許廷鏗熱鬧鱷騰 今天繼續和大家聽《許廷鏗2021》這張專輯 不要搞亂 現在是2022年 他是唯有記錄過去的這一年 他有很多的體會 昨天說到《煽風點火》 《遇無意外》都是下一首的排台歌 沒錯 其中裡面有一句我都覺得 嘩 你怕不怕別人的對號入座你 林直歌詞其中這樣寫 你我決定要決裂 那我不是娛樂記者 我就不會問下去 究竟2021發生了什麼事 導致會有一首這樣的歌 我想其實是 除了我自身的經歷之外 都有很多環境因素 其實到頭兩次都是說 你我決定要決裂 到最後其實是世界決定要決裂 對於我來說 2021年有很多新的雜性 新的生態 新的常態出現了 而我身邊也有很多不同的 出現了 家庭之間 情侶之間 甚至夫妻之間 所以其實我現在都可以說 因為我本身是有點怕去派這首歌 因為他在說的話 很直接 很直接 而其實這件事對我來說很個人 而個人的一個位置 我不知道在訪問上怎麼說 但是同一時間 可能又是真的有時間的洗禮 這首歌是我在2021年第一首錄的一首歌 去到現在2022年的4月尾5月 反而反過來 我回顧這件事 原來時間真的做到一些事情 是我原來可以從 可能現在看影片會明白一點 我以前看過問題 是這麼聚焦地看的 那它就變得很大 因為很近 現在我就可以拉遠回 在視線上 看遠一點的時候 我就看到其實問題 不是你想想的那麼大 在時點 沒有霸佔你那麼多 那我就反而去想 如果我講話去島嶼 例如2022倒序到2021的話 我一直說法系人生 然後要經過修羅場的修煉 還要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叫做沒有人可以為你的幸福負責 但是我是欠了一個 源頭 而一個源頭就是這首歌 先鋒點火 那直爺是否知道你發生的每一件事 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 那也不需要你告訴他 我這首歌的創作很有趣 其實我們沒有在歌詞上 有一個很正確的溝通 就是我們這首歌寫什麼 其實我全部都給他奧馬卡寫的 全部都是他發版 然後他發版的時候 就用我們日常聊天的分享 然後變成了我們裡面的主菜的內容 而你跟他聊天 當然包括你發生了什麼事 甚至你有生氣或者不開心 你都會跟他說 所以他就先發版 發了你這一首歌 是的 他在這首歌裡說了一個很強的重點 我還記得 他說《煽風點火》這首歌 他不是要宣揚手痕 而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都不是我們兩個本質上 我們為人會做的 但是如果有一首歌 是拿來給我們釋放 或者給我們記錄這件事 發洩 是的 那是有一種 其實值夜平時都很少會用的力度 但是對於我來說 這一種直接的力度 是在我當下 在2021年那個階段的時候 是很需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其實是在某程度上救了我 幫你釋放 是的 還有 都令我明白到一些事情 你記得要錄這首歌嗎 應該沒有記錯 是4月 那錄的時候 你剛才說 依然是聚焦 那件事的拳頭在你前面 沒錯 所以你是比較窄地去 是的 所以我現在聽回 是生氣的 是 還有那個力度很猛的 我唱的時候 我是覺得我 沒有空間去鬆 沒有空間去 有一種留白 我就把我當下的情緒 很直接地投射在那首歌裡 然後 我自己覺得有些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 經常說音樂有自癒的 自己的命 對 自己的命也好 或者它有一種 自癒的能力去幫人釋放 其實我從來都不算很明白 直至到這首歌 我就明白 真的 因為我很記得 我整首歌 大部分的歌 除了一塊是人生之外 我全部都是用了一種錄音方法 叫做暗黑錄音方法 我自己明白 我是要全黑 而那種黑 我是要連對面監製的位置都黑 為什麼 因為 可能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 我自己要拿到最裡面的內心世界出來的時候 我一點點不想被人見到 同一時間我也不想見到其他人 就是這樣說 好像很自我 但同一時間 是 我想如果要我 容許到我拿到最底的東西出來的話 我是要 形式上的一種很信任 當然 其實這隻碟 整隻碟監製都是於一搖 是一個我很信任 很信任 但同一時間 原來我也發現 如果要我 許庭坑本人 去拿到這麼深入 的話 是真的要一個 我絕對感覺安全的一個地方 嗯 收到直日這份歌詞 在你當下 還是這麼近距離 看這件事的時候 你第一次的感受是什麼 嗯 原來 現在回想起來 是帶著一種害怕的 害怕的是 害怕 把這個自己 表現出來 大家會不會 OK 沒有辦法 這是我本性 我就是 一出到對外 我就是會 你很介意讓人知道這一面? 我不是很介意讓人知道這一面 但我 我經常都會介意 我自己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我介意我自己的 這個表演方法 可能是很暗 自己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別人不舒服 或者令到別人覺得很煩厭 但是 可能這就是 我在老闆的崗位 我可以很理性地處理事情 但去到我 入回歌手的心位 我都希望可以 盡我的能力地 去將自己 一些很內在的東西 去記錄下 去釋放出來 又好像我本人 又是有種相線行駛 又分身了 那件事出來 那次都提及到 曾經肯堅並肩 但是你我決定要決裂 現在看起來 有沒有能夠修補? 或者需不需要修補? 我覺得是 有修補的空間 但是修補到 或者那種修復 是不是就等於 是 回歸回當初呢? 我覺得是困難的 而那種困難是 我想大家都困難 因為大家其實 當初會有用情深度 令到我可以做到這首歌 你一定是擺過很多時間 很多心機 而當有過這種傷害之後 你是不是更願意 去投放同等的心機和時間呢? 我想雙方都會有些回歸 而這種回歸 其實大家是理性的 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些事情 是未必可以 強行 去延伸 去延續 那就 OK 大家知道 在某個距離 是最舒服的 嗯 其實都是人生學習來的 我相信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會有經歷過 大家都會有 我想 就算現在這樣說 大家心目中 都突然會突出 身邊的一個人出來 嗯 就容許放在這首歌裡面 記錄了曾經有這個 嗯 現在繼續跟大家聽 許廷杏2021專輯 這首歌 我一聽第一句 他真的 他在寫著我 他在記錄著我 當我一聽他說 前年你總以為 明年會搞婚禮 我真的還沒搞婚禮 是啊 我連老爺奶奶都沒見過 是啊 不是啊 上陣子跟你拍攝 你還說還沒見過老爺奶奶 你看看現在的疫情 還沒開關 是啊 好像有希望 因為起碼回港隔離七天 沒有之前二十一和十四這麼瘋 他真的在說我 有今生沒來世 所以其實2021不止是在記錄著 Alfred自己的令悟 也有很多其他人 寫這首的時候 你收到 因為昨天或之前 都有提過 他這次跟直爺的溝通 是沒有說過哪首歌 想寫什麼 沒有方向的 但是聽開《青叉樂壇》 你知道許廷杏這個人 很清晰的 他以前每一首歌 他都說這首我想這樣 我想這樣 這次他真的是放手 我也覺得是因為信任而願意 這次我自許紀錄的第一張唱片 會有新的音樂人 但同一時間主幹上 是阿瑜 是林直 就是因為 有些話不需要說 很直接的 有今生沒來世這首歌 當我收到這首歌 我是有些覺得 很有趣 因為其實他不像是 是對於我來說 最個人的 直爺 可能是因應我的人 最貼身寫的東西 比起《線風檢控》 一定沒有那麼個人的 對 但是同一時間 有些時候 其實有很講我的想法 所以我幻想你的過程 就是每次收到直爺的歌詞 他寫我 還是寫另一個 而且每次都是收禮物 由當年的《我的志願》 我已經收第一份禮 我也比較少機會 回到這些重量的禮 給他 但希望這首歌 可以去到他手上 可以享受 你對這首有今生沒來世的感受 又是怎樣 其實對於我來說 這首是一首情歌 但我近年確實比較少 在情歌上著筆 為甚麼 沒有 但同一時間 我又不抗拒 即是我不抗拒 去做情歌 但我要找到一個位置 我怎樣跟這首歌掛勾 譬如有些歌詞 譬如曾有赤子的身世 這些字眼 即爺很知道 我唱起來 會有一種質感出現的字眼 所以在這首歌裡 我反而是 容納到自己有一種 可能是比較 抽身一點點的 其實有另一首歌 叫做《旁聽他人的秘密》 都是我的身位上 沒有那麼第一身 沒有那麼個人 沒有那麼在你面前 去講一些道理 甚至去分享一些事情的感覺 但可能一隻蝶聽起來 就有需要 有些不同身位的轉移 是的 抽離一點點 如果不然會太 有些位會太重 因為不只是聽你的故事 突然聽到 她說我 我何時要搞婚禮 我們進入這首 有今生沒來世 曲方面是 朱敏熙 《天使當夜林夕》 編曲有 黃少銘而監製的 是阿瑜 聽你那種意外